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次强调基督的救赎不是靠着努力行律法 而是本乎恩借着信人才得以称义 也只有透过这样的管道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靠着圣灵的帮助活出新生命的样式 保罗向加拉太教会严肃重生 称义成圣并不是取决于遵守律法规条 完成外在的割礼仪式而已 乃是在于借着主耶稣十字架的工作 老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主里重生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也要来检视个人的信仰生活 是否已经变成惯常的例行公式 真正的信仰核心却已经变直 以为来教会聚会敬拜 有读经祷告 有参与侍奉 有传福音 关怀别人做好事 就是让神对我们满意的条件 忽略了神的救赎不是因为人的努力 而是因为耶稣的死亡跟复活 人非有幸是不能得到神的喜悦 福音的大能起源于对耶稣的信心 接续第五章的内容 保罗教导在主里被改变新造的人 要顺从圣灵行事为人 属基督的人已经将自己 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 钉在十字架上 在灵里重生靠圣灵来行事 由内里发出的健康生命 自然会结出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好果子 每个人对神所赐予的属灵生命 都必须为自己负责 每人有朝一日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交账 我们不仅仅要顾自己的事情 保罗教导属灵人也要成为别人的帮助 当神容许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的软弱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是疲疲论断 纷争 记恨 结党真净 若紧下时 自以为比他好吗 求神帮助我们 叫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 当有人偶然跌倒 求神帮助我们 能用属天的智慧跟温柔 谨慎自己 来将他挽回回到神的面前 相信天上的父也是乐意 看见他的儿女 用一颗良善的心彼此相待 求神帮助我们 在新生命里面 顺着圣灵 撒出生命的种子 他要将永生的果子 赐给顺服他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 谢谢你 四下圣灵 帮助我们 经营新生命 你说 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帮助我们 不要顺着肉体行事 以当下的情绪 感觉意念为引导 不去思考 长远的结果 会带来的败坏 帮助我们 完全顺服圣灵行事 以圣灵的光照 感动 提醒为引导 使我们眼光深远 不灰心上智 要顾及神永恒的心意 让你是我们每个决策 每个抉择的关键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